去那林關心立委高嘉瑜遭前男友林秉書施暴的事件 在那個稍早今天凌晨的時候 林秉書已經被法院裁定收押了 但是他卻在面對媒體的時候 反酸高嘉瑜應該很高興 而對此高嘉瑜律師也在下午來出面博士 我們來聽聽他的最新訪問 訪話第一點就是說林秉書說 那個高委員也有還手 其實大家這個用常理判斷也知道 這個林秉書先生身高180公分 那高委員只有157公分 那180公分簡直就是把157公分的高委員 壓在地上打了 壓在地上痛 大家都有看到高委員上次的照片是非常的嚴重 所以那個林秉書先生還說高委員有還手 有還擊 這完全都不是事實 那第二個就是關於林秉書先生還說高委員 有自己傳照片給林秉書先生 這也是非常的荒謬 律師也針對林秉書在昨天面對媒體的這個說法 做出了三點的波士 第一就是這個委員當下是無法來做反擊的 因為他們的身高比例其實差了很多 而且你看到他的傷勢相當嚴重 所以他是根本沒有辦法再動手做一個還手的動作的 另外這個林秉書有提到 這個委員他有自己來掌鏡拍攝影片的部分 他也否認了一切都不是事實 甚至都是他來瞎掰的 甚至他還提到說高嘉瑜應該很高興 聽到這番話其實委員他是毛骨悚然相當害怕 認為這是林秉書在對他做出警告 甚至因為檢警在查控 在林秉書的相關物品是一共查扣兩隻手機 以及隨身硬碟 還有一個黑色的豆腐頭 但是高嘉瑜卻說了 其實他當下發現的是一個白色豆腐頭 因此律師也說了他可能已經從中掉包 不知道藏到哪邊了 這也提供給檢警做後續的偵查方向 以上是現場最近請一將時間盡頭 交換捧妹